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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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決擇真是很難 我選擇 我選擇 你一定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選擇 想不到張學良竟然做出這麼大膽的決擇 我選擇 決定好了 我的決擇是 香港人 民眾共同一致死 反對善何代 拋養愛 明明日本人都打到心口 國民黨和共產黨 仍有中國人打中國人 明明現在是我們國家的生死全亡 咳咳 所以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令各個明白一定要反抗侵略者 保衛中國 反對善何代 面對著如此內憂外患的困境 國民黨陸軍上將 張學良 正在苦惱 應該怎樣一邊應付日本的侵略 一邊面對國共內戰的複雜局勢 唉 我已經煩惱了好幾天 蔣介石堅持要殺死紅軍 這樣下去 國共內戰就永遠不會停止 但是 如果不聽從他的命令 放走了紅軍之後 我就要背負叛國的罪名 這樣的抉擇 真的好難 進來 對了楊兄 我有事想找你討論 是這樣的 你知道 唉 原來是這樣 你都知道蔣介石一向都不肯心軟 我當初都沒猜到會那麼複雜 如果最後我選擇錯了 將來怎樣向歷史交代 張大哥 我們都知道你要做出這個決定不容易 但是 只要你為了國家著想 民眾一定會支持你的 張大哥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的 既然楊兄都這麼說 就讓我去嘗試說服蔣委員長 春寒刺獄華青池 溫泉水滑洗營之 西安的華青池真是美麗 嗯?是你呀張上將 你也是遊覽華青池嗎? 哦 是啊 委員長 你有沒有想過成為民族英雄? 我作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 就當然是中華民國的民族英雄 你為什麼突然間我問呢 委員長 請你認清國共形勢 雖然我對委員長依然一貫忠誠 但是面對著國家外憂內患 我一定要據你力爭 希望委員長能夠放棄 先安內後讓外 成為我們的民族英雄 張上將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共產黨對我們黨根本就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還有 但是如果委員長你仍然堅持內戰 我覺很快就會被日軍攻陷 難得東北軍奮氣反抗 委員長 他們的抗疫情緒不能夠壓制的 張上將 你是太年少無知了 看來你已經被共產黨欺騙和罵了這個愛國心了 愛國心了 張上將 我對你的言行相當之失望 就算你現在開槍打死我 我的滅共政策都是不會變的 你回去吧 即使張學良勸說楊古城幫手附近蔣介石 蔣介石依然堅持己見 於是 張學良就此事 在內心深處 產生了良心和利益之間抉擇的激烈葛族 張上將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張大哥 只要你為了國家著想 民眾一定會支持你的 我對你意行相當之失望 相信 你一定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究竟 我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此時此刻 張學良想起了自己過去的一次重大抉擇 哥哥 你在煩什麼 弟弟 我想了很久 我決定加入國民軍隊 為國家貢獻 蛤?真的嗎? 那你會面臨很多危險的 不要緊 我會保護好自己 也會保護好你們和國家的人民 我相信 只要我們為了正義而戰 神明一定會保佑我們的 我決定好了 我的抉擇是 我要向蔣介石發動兵駕 為中華民族的正義而戰 1936年12月11日 西安市面爆發的前一天 張學良作出一個重大的抉擇 而他的抉擇 將深深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 現在他和蔣介石分別在進行秘密會議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忠誠的下屬 我相信你們 所以我有一個重要的抉擇要向你們公佈 今天我特地開這個無章上場的會議 除了我覺得他最近的言行舉止好像有點古怪之外 我亦都想和委員會的各位公佈我一個重大的決定 我決定向蔣委員長發動兵駕 令委員長放棄先鋼內後讓外政策 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戰 我決定向共產黨發動第六次圍攻 將共產黨黨員一網打盡 今次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你的決戰 1936年12月12日晚 張學良向蔣介石發動兵駕 蔣介石的守衛奮力以武力抵抗 想不到張學良竟然做出了這麼大膽的抉擇 竟然敢對我發動兵駕 喂 委員長 蔣上將的東北軍火力實在太強了 請你離開這裡先 我們將會為委員長堅持到底 蔣叔公 我和校長保護你走去森林 這裡就交給他們先 校線 校陣 麻煩你們 咦 那邊好像有聲音 大家過去看看 執名 蔣叔公 為了引開他們的注意力 看來我要在這裡和你們分開了 不要啊 校線 你敢會 我決定追隨叔公 就遇到他犧牲的一天 至少我沒有後悔過這個抉擇 校陣 好好保護叔公 校線 叔公 我們走了 不要白白浪費了校線的犧牲 校陣 你為何停下了 還有叔公 我們再這樣走下去 遲早都會被東北軍發現 他們的目標是你 只要你穿上了我雙鞋 不是可以令他們 以為你走了去那些地方 好啦 多謝你 校陣 有緣再會 至少我沒有後悔過這個抉擇 校陣 好好保護叔公 哥哥 我亦都無後悔 作出這個抉擇 可惜 蔣介石 兩位侄孫 很快就被東北軍發現 扣押在東北軍營 你們兩個 快點說蔣介石走了去哪 我們兩個絕對不會說的 沒有 沒錯 這些再不說 我就一槍打死你們 就算你現在開槍打死我 我都不會說你知叔公去了哪 那我就開槍打死你 旁邊那個先 不要 我說我說 你不要殺我 終於肯說 不要啊 校陣 不要屈服在這幫伴軍手上 要堅持叔公的 閉嘴 哥哥 哥哥 你不要死啊 叔 叔公的抉擇 哥哥 發生什麼事 誰開槍 我不是令國不可以傷及無辜的嗎 蔣介石 對不起 我罪該萬死 你要知道 兵鑑是我的決定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抉擇會令到人受傷 我只是希望為中華民族帶來幸福 蔣介石 我對你哥哥的死十分抱歉 離人 把他們帶走 其餘的人繼續找蔣介石的下落 出名 報告 在這個山洞 發現委員長 將他活足回新城大樓 蔣委員長 現在你身陷險境 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只有停止內戰 專心抗日 才可以保存自己 雖然我不是這樣認為 這個抉擇都是為國民黨好的 唉 我答應你們的要求 公同抗日 保衛國家 我的抉擇終於改變了國家的命運 但是我的路續很長 有可能會失去很多東西 不過當我面對抉擇的時候 我會選擇自己應該走的路 為中華民族的繁榮而奮鬥 我的抉擇已經結束 多謝大家收聽 我會選擇 你們呢 會選擇 你們呢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